面对喷制带节奏 心态可以放好 我觉得呢 喷制 你怎么去理解它 你想啊 它在喷你的时候 它在想什么 你发现你能想得明白 它为什么要喷你 它的内心是要 找寻一个怎样的一种感觉 你能够明白 但你想呢 你会知道 它喷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坐在角落 坐在 坐在 井底下 去看外面的世界 它看到的是这么多 它会有它自己的感慨 那你就要去想 它的感慨 是对 还是不对 如果你认为 它的感慨是 对的 那大多数是不对的 因为 当它说的是 对的时候呢 它一定不会是个喷子 它不会去喷人 因为这是一种境界 这是一种胸怀 当它有这个胸怀 有这个境界的时候 它也不会去喷 它只会去看 但是它不会去说 明白吧 所以呢 你就能够明白 那它要找寻的是它的感觉 它喷的又 又不能对你有什么 对吧 让你无法起到一个怎样的 这种帮助或者感慨的时候 那又何必理会呢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满足它的快感 你喷得非常的好 你喷得非常的对 继续喷下去吧 未来你会更强大 你们拉起扯巴的啦 来吧 螳螂 剑胜 我们这把打的又是剑胜 为什么每天都要打这么多次剑胜 因为剑胜这个英雄玩起来非常的有快感 所以很多人喜欢玩 剑胜这个英雄有点猛 有点猛 装备起来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强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机动性差 我们在前期的干客能力比他强很多 但是跟他比战斗力可能比不过 所以我们决定利用自己的机动性 给他来一个以多打扫 或者短暂的以多打扫 当我在刷这个buff的时候 我就在观察 对方的中路和上路 他们是不是会去插眼 但我发现他们没有插眼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我可能要进行gank了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好 鳄鱼不见了 他可能插了个眼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防守姿态 好 那我们就不管他 中路你发现 他并没有出现防守姿态 我发现了易大师 但我没有管他 因为中路有一个肉可以吃 缓速扣 再缓 再缓 你交是不交易 你交是不交闪 他没有交 因为他交了也没用 我有这个 还有这个 能够马上跟得上 我发现下路压得很凶 而且对于防干客呢 也没有什么防范措施 好 电信号 他们这个位置呢 已经被我卡住了 控制也放了 我先进草丛 卡位 缓速扣 W 先不交易 因为他跑不掉 反守就是一个EQ拿人头 那么作为一个刺客来讲 收到了人头 就会很强 就会把血球滚得很大 所以这个人头 我们直接把他给收了 这两个人头再加上 20刀的野怪 我这盘已经无敌了 这个E大师正在打和谐 不用管他了 两个人头 一个助攻 我现在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起飞 现在我可以跟他对钢 对猛了 因为他完全不是我的对手了 我们来个战锤 来个这个 再买个针眼 打野道具不够 但是又多买了一个 这个 打野刀 所以我现在打野的效率 已经OK了 再加上我有战锤 那么战锤这个东西 对于英雄来讲 在这个阶段 我拿出来是非常可怕的 E大师想要绕后 但是发现没有机会 我这包抓中 他肯定是死了 因为他这个走位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防干客的 你发现了吗 白进一下局 对于防干客是根本不在乎的 这就是 无法提升段位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打得再好 都没有用 你操作再好 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防干客的意识 我们先把他野怪吃掉 再把他蛤蟆吃掉 他的下路马上要死了 队友给了我一个信号 但是我没有直接去 我先把他蛤蟆吃了 然后呢 我再踩一个爆炸果实下来 好 他最早死一个 因为我有战锤 很恐怖 我们先绕后 走位 先杀他ADC 好 然后他就那个EQ带着 没法打 他们的蓝buff快刷了 我在他蓝buff的也 这个区域插满了视野 而且我现在等级又高 又有战锤 这个E大师如果过来的话 肯定是被我带着 好 他来了 直接就落地一套 开启你的冥想 交闪也没有什么用 你看我刚才这波闪现过去的时候 又是一个缓速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刷新了我的无形威胁 这个无形威胁一定要利用好 一个会玩的螳螂啊 他的这个被动用的是非常到位的 你螳螂用的好不好 就看你的被动 会不会刷新 会不会找机会刷新 我要好好的讲一下螳螂的被动 它非常重要 陷入孤立无援 的敌人会被标记 那么卡兹克会与 孤立无援的目标 产生交互作用 这个讲的呢 有点太官方 我们不要这么理解 就是敌人 他只要是孤立的状态 我们打他 就有说法 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 有说法 什么是孤立无援 你看这个状态 他不是孤立的 野怪他不是孤立的 那如果他这个时候呢 你看 他孤立了 那现在他的小伙伴出来了 他不是孤立了 你看又孤立了 这个时候我打他是有说法的 明白吧 打他会很痛 这个意思你懂了 好 然后呢 当卡兹克没有被敌人 看见的时候呢 他会获得无形威胁 刚才孤立是一个效果 无形威胁是第二层含义 是另外一个效果了 那么 无形 那么 这个 你没有被敌人看到的时候呢 你有无形威胁 无形这个 无形威胁 他的下一次攻击 普攻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个缓速 和额外的魔法伤害 明白了吧 孤立是孤立 无形威胁是无形威胁 两个不一样啊 什么时候是不被看见的 对吧 你肯定会讲 哎 那什么时候就不被看见啊 你打他 他不就看见你了吗 其实这个意思呢 很简单 就是你 你比如说你现在 你在打野怪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 地图上没有人 那等一下 然后他鳄鱼出来了 我现在去打他 我是带有无形威胁的 因为他没有看到我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是看到了 但他前面没有看到我 明白吧 孤立是孤立 不一样啊 那你看他现在是没有看到我的 我对他是有无形威胁的 就这个意思 当我的无形威胁出发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我了 然后我再一隐身 或者我再一进草丛 他又看不到我了 然后我再打他 我是带有无形威胁的 就这个意思 两个意义不一样 孤立的话是你打他会很痛 无形威胁是带缓速 额外的一个平A的时候 有个伤害 就怎么讲呢 这个可能你听上去有点复杂 你会觉得这什么鬼东西 这什么看见看不见的 对吧 那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当你第一波再去打人的时候 你会带他平A的时候会带一个缓速 然后呢 你比如说进草丛再出来 因为他看不到你了 又带个缓速 或者你隐身了再打他 你有缓速 就这意思 但那个缓速就一次 你打了他 他就看到你了 就这个意思 你这样理解会更简单一点 如果按这个字面理解的话 理解不了 很复杂 我们就是这条龙 所以不要把孤立跟无形威胁联系在一起 他不是一个意思 你看 他们是这个时候是看到我的吧 其实他不是看到我的 无形威胁 看到没有 刷新 你看看不到我了 无形威胁 就很痛 就这个意思 情况不对 赶快撤退 感觉有点难撤退 走位 再走位 我跑不掉 我给他来个吸血 拼他一波 无形威胁 再拼他一波 再拼他一波 好 来得有点晚 但是够了 队友肯定是很赚的 你看 我刚才每一次隐身的时候 我再出去打人的时候呢 他是带有无形威胁的 这个一定要用好 因为这个用好了 你的常常就会很厉害 你这个用不好 战斗力会少很多 就这个意思 你看啊 如果目标处于孤立的话 伤害会提升到491 如果不是的话 只有125加120 这个差距有点大 你看啊 他这个还有个效果 你进化之后 如果 如果 顾虑无缘的目标 会增幅为90 他也是有个交互作用 这就是交互作用 敌人身上有一个 那个小圈的时候 就说明他被孤立了 你看 这个大鸟是没有的 都没有 但一旦我把鸟打完的时候 他就被孤立了 我留任何一只鸟的时候 他都是被孤立的 你看 孤立了 这时候我扣了 啪 剧痛 320 缓速效果 巨明显 就这个意思 我现在已经无解了 打野刀 加上 短刺 短刺 必胜 他已经被看到了 这个一打十 居然他能够达到八起 这个已经很强了 他的刷野基本功还是很强的 说明他的剑身玩的盘数 应该是非常高的 你看果然吧 800多盘 但是为什么他是黄金 因为他的游戏理解是有问题的 所以以这个剑身的熟练度 从他的等级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个老剑身玩家 但是如果用他这种方法打的话 他段位是一直上不去的 一直上不去 我们在座的各位 有多少是 对于这个游戏玩了多少 很多年的 某个英雄玩的盘数非常高的 但是你发现 你永远打不到白金钻石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的理解 不是很正确 无法让你取得比赛的胜利 那你肯定就会讲了 这个理解到底是什么理解的 对吧 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相对正确的理解呢 这个就很复杂 为什么认为复杂的行为呢 因为这个理解不是一点点的理解 是综合的理解 比如说 我架该怎么打 我有的架是不是不应该打 我怎么理解发育 我怎么理解团战 我怎么理解切入 我怎么理解英雄的 这个前中后期的威力 综合在一块 叫游戏的理解 所以你看 这就比较复杂了 但是它有捷径 这个捷径是什么 这个捷径是 你先搞清楚 发育的重要性 那么就会省去你大多的 这种不好的 浪费时间的环节 就是你把发育的理解 透彻了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我段位一下子上升了很多 我胜率好像变高了 但是你把其他的 你说我团战理解很到位 我的战斗理解很棒 它无法直接提升你的段位 因为大多数低段的玩家 他想要明显的提升 一定是从发育开始 明白吧 所以我们要想走捷径的话 就是理解 什么是发育 好 那么我们就要讲一下 什么是发育了 就是这个游戏啊 你要知道一个概念啊 你想要上分 你得一个英雄耍得好 你得这个英雄有装备 这是两个必然条件 你缺一不可 对吧 这个你应该认同 好 那么你说我已经会一个英雄了 或者我可以去练一个英雄出来 但是我怎么发育的好 那么怎么发育的好呢 很多架是不要打的 很多人头是不要拿的 你肯定会说了 我人头不拿 我怎么让我发育好 没错 其实有些人头你拿了 你会发现你发育的不好 你不要以为发育 它只是人头 只是游戏金币而已 不是 它跟等级也有很大的关系 等级也是发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它和金币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 都很重要 你说我钱很多 没用 你没等级没用的 你说我等级很高 没钱没用 知道吧 都没用 你两个都得有 你小老板打我的话 你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好 我们说重点啊 这一波你会发现 哎 你怎么死了 我说实话 这个是因为 我知道我的装备和现在这个状态 基本上是已经无敌了 所以我打得比较的随意 我在讲话 我没有去跑 我没有去用各种各样的招 就去杀他 因为我认为 这把已经比较简单了 所以相对放松 相对放松 他死亡 他是一瞬间的事情 没控制好 但是他不影响我的水平 你这个时候会认为我菜 那不是我菜 是你菜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菜 懂了吧 好 他们发现我 我先吃一条龙 感谢我女婿送上的飞机 谢谢 队友居然发起了投降 这个投降是脾气投降 明显的 有脾气 来脾气了 盲大 搞得不扯 但没有用 我先把伊德瑞尔 伊德瑞尔的站位 还是比较的雕的 但没关系 他这个位置已经跑不好跑了 因为他后面鳄鱼是死了 所以剑圣再也不怕的 他已经被我包了 我们先给他注意 先给他缓速 隐身过去 好 他这是肯定死的 拿这个吃了 感谢我女婿的飞机 谢谢 我们刚刚说到哪里了 等一下 现在进入到游戏的中心了 可能我 更多的注意力要放在游戏上面了 我先 少一点这种讲解 那你怕是死路一条 好 搞定 你看 这个架我就不打了 你看 这个就很重要了 很多同学会打这波架 因为觉得自己人多 觉得自己装备好 没有意义 你的野怪刷新了呀 就回来把它吃掉 就像你打线上一样 你的兵线都已经过来了 你要先把兵吃掉 那你会不认同我这个观点 你会说我看了很多比赛 我看了很多东西 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 他们是要打架的 那个情况不一样 段位不一样 知道吧 那是不一样的 它跟你路人是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你看 我们把野怪从上刷到下 全部给它吃掉 你的发育固然会好 甚至更变态的是 把你的野怪全部吃掉之后 去吃对方的野怪 那你的发育就是变态 所以当你的发育 很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胜利来得 非常的轻松 当你的发育达到变态的时候 你几乎不需要什么操作 单手就可以把 比赛拿下 所以游戏的难度 进度 跟你的发育 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你看我们现在去杀一个侠 不费摧毁之力 对吧 可以说是 甚至你看单手我就把他杀了 你行不行 你看 你看他怎么了 我单手 你说他操作比我差吗 他操作不一定比我差 但我为什么可以做到单手 就可以将他击杀 因为装备 因为等级 也就是因为发育 所以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剑胜 打了这么多场 他跟你在打的时候 为什么就 就显得那么的无助呢 因为他对于发育 没有理解 如果他发育 跟我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要跟他去比其他东西了 比如说 我们比一比团战 我们比一比抓时机的能力 我们比一比 切入 我们比一比队友 我们比一比阵容 但是在路人局里面 什么都不用比 你只要比发育就行了 那当然他是有一定段位的 好 好 我留留球 因为他闪现撞墙 因为你直播虐材 像这种就属于什么 就没得讲 这讲什么呢 你没有明白 我刚才这个举动的意思 你非要去说 他闪现撞墙 所以他死 那我真正给你表达的意思 不是说他这波死了没有 而是你看我伤害打他有多痛 要听这个音 不能听这个话 要听这个音 你看很轻松 很轻松 装备太好了 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去学技术的朋友和同学呢 不要受 某些同学的影响 你不管他怎么讲 明白吧 如果你老是在意他所说的 不专心去理解这些东西 对你来说是不利的 你无法在游戏上面水平得到提高 好 我们回家 刚才同学说 这波不是摩甘纳 你就死了 还很轻松 差一点看上去 你就被杀了 好 那么我这么跟你讲 你信不信 如果刚才莫甘纳不在 这个剑身 连一半的血量都打不到我 你信不信 正是因为他在 他才打我这么多血 你信不信 你肯定会说 怎么可能嘛 多一个人你还掉血多 我跟你讲 正是多一个人 我出招是很随意的 所以才掉血多 如果真的没有人帮助 我跟你讲 他摸都摸不到 他最多砍我两刀 他就没了 因为我出招是使用 随意的出招了 明白 你看 如果我这波跟他单挑 你再看一下 他们能打我吗 三分之一选吗 就阿弥陀佛 你明白吧 出招招是不一样了 变招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我们过来把这个 给杀了 隔鱼 出招的先后顺序有所改变 人在你怎么打 人不在你怎么出招 那是技能方面 那你是对于 螳螂了解的熟练度够了 我们可以不用聊这个 明白吧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大龙给撕了 来 我们现在到了游戏中期 要把这个 好 鬼刀开起来 点信号 人叫多 我们先让一波 吃个药 看他怎么说 给你个缓速 我们人太少了 但是打了一波二换二 还是很OK的 这一波落地先给缓速 平A 孤立 直接一个A加无形威胁 这个是带无形威胁和孤立的 无形威胁 无形威胁 太好 折 我们 把这个大龙吃了 这盘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了 其实这盘所展示出来的 是什么呢 就是 你的发育够好 你的游戏会很轻松 在优势的情况下 你会非常轻松就赢得比赛的胜利 我们等会下一把 重点的讲一下 怎么发育 因为我在把在前期 一开始刷野怪的时候呢 我没有去讲发育 我没有去讲 哪些怪要刷 哪些怪不刷 我们把大龙给吃掉 来嘛 有点痛 我们再灰点血 打一组野怪 灰点血 来 你看 你看队友这个时候 他们在打架 其实这个时候 没必要在这里打架 但打起来 我们就赶过来 我没有被看到 因为我身上有 我身上有封锁 就是木刃的被动 那我为什么要重点提这个 因为有眼和没眼的出招又是不一样了 有队友和没队友的出招也是不一样的 自从听了捞马这一套 我在青铜混着风神水一起 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